好 我们看这地方 那么我们进入了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是关于调整之后的 Trial Balance以及报表 好的 那么对Adjusted Trial Balance 我们以前讲过在上一个章节 我们讲过怎么去做这个Trial Balance 那么Trial Balance呢 是把我们在这个期间 所涉及到的所有Account 它真正到最后的一个余额 是一个Debit Credit Debit Debit and Credit is Credit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求总 那么这个时候求总出来呢 它为什么是Balance呢 因为你的Debit会等于你的Credit 好的 那么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获得了一个Trial Balance 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刚刚讲过调整分路 那么我们根据调整分路之后呢 获得了一个最新版的调整分路 把那些账户Account都调整到 最新的Adjusted Balance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Trial Balance 我们称之为Adjusted Trial Balance 好了 那么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体现的是一个 对于那个财务时间节点 那个周期 所有涉及到账户被调整之后的一个金额 那么这种情况下而言 我们的Debit呢 应该是依然等于Credit 那么对于我们准备Adjusted Trial Balance的一个目的是在于 我们要去证明 我们要去证明 我们是要去Prove Total Debit Balance 依然等于Total Credit Balance 在调整之后 在调整之后 也就是说调整之前呢 你是平的 调整之后你不平呢 调整错了 调整错了 所以说它有一个类似于自我检验的一个闭环 那么如果错呢 你是知道可以搜寻回去的 再把它给我弄平 好 来看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呈现了一个Adjusted Trial Balance 它做这个表的规则 和你做普通的Trial Balance是一样的 我们把所有涉及到的Account呢 都列出来 那么一般而言呢 都是先写什么呢 先来资产 再来导致什么呢 负债 好 负债到这儿 Liability 然后开始涉及到所有的权益类的科目 对不对 权益类的科目 Equity 那么权益类科目呢 这一块呢 Common Stock Return Earning Income Statement上面的 类似于Revenue一样的赚的 还有类似于费用一样的Expense 或者是Loss 然后还有Dividend 这Dividend呢是上什么呢 上资产负债表的 不是上骗料 好的 这种情况下来讲 我们得到一个总的Total Debit 再等到一个总的Credit 然后呢Total Debit呢 会等于Total的一个Credit 好 那么经过这个之后 我们相等 好 第一步 第二步求和 第三步呢 看他们是否相等 还是这三步法 那么我们做出了Adjusted Trial Balance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我们来做我们的财务报表 Preparing Financial Statement 那么我们做 财务报表呢 我们提取的数值呢 是直接从哪提取呢 我们直接从调整之后的Trial Balance里面 把数字抽出来 塞进报表里面 塞进报表里面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先看Income Statement 我们Income Statement呢 我们是去Trial Balance里面 去拎 Revenue和Expense Account 来核出一个Income Statement 然后呢 我这个时候的Income Statement 我们要去做一个 Return Earning的Statement Return Earning的Statement 涉及到的科目 Return Earning的Account Dividend Account和Lat Income Lat Income从哪来的 Lat Income是不从 Income Statement里面扯出来 好了 汇出Return Earning的Statement 然后呢 我们再去那个Trial Balance里面 去拎一些资产 拿负债 Equity Account 导出我们的Balance It 所以大致的一个顺序 先是导Income Statement 再去导Statement Return Earning 然后呢Balance It 那么它的一个起始点 都是来自于Adjusted Trial Balanc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具体一个情况 比方讲 我们刚刚说过 首先第一步 我们是到Income Statement 那么从Adjusted Trial Balance 那么哪一些是跟 Income Statement相关的呢 是不是应该去Equity里面找 把Equity里面不相关的拎出来 Return Earning 跟骗尿不相关 跟当期的Income Statement是不相关的 还有什么呢 Dividend 好了 那么剩下这个标红的这一些 都是应该上哪的呢 上Income Statement的存在 为什么这些上 那为什么我知道它上呢 那么这个呢是所谓的一个 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类似于什么Expense Revenue 对不对 它有一些共有的特色 共有的一些特色 那么稍微复杂点情况呢 可能涉及到所谓的 Gain On Sale 或者是Loss on Sale 等等的情况 那么类似于Gain Loss一样的存在 依然是上什么 Income Statement 好了 那么这数据提出来之后 我们求总得到一个 Let Income 好 Let Income往哪个地方堆呢 首先是Income Statement 那么我们再往 Return Earning Statement里面 捣 我把Let Income 捣过来 好 捣过来 然后呢 Return Earning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 Beginning的Balance 从这个地方 从那个Adjusted Trial Balance 里面把数字拎出来 然后呢 Let Income 增加Return Earning Divided呢 减少Return Earning 所以说我减Divided 这个境界哪来的呢 Adjusted Trial Balance 过来的 最终我们得到一个 Return Earning的 Ending Balance 好了 那么这个Return Earning的 Ending Balance呢 去哪儿 去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好 这是第一 好 这个是第二 那么我们开始 走到第三步 To Balance 下一页 好了 To Balance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回到 Adjusted Trial Balance 上半场 上半场 这一些 是不是资产 然后这一些 是不是债务 好了 资产往上堆 堆到资产那个地方 Libility呢 堆到Libility那个地方 好的 然后呢 Equity Equity 这块Combone Stock 这个1万呢 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是 已知的 为什么在 Adjusted Trial Balance 没有发现 这1万块钱 因为它当期 这1万块钱 没有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 它来自于去年的一个值 然后今年 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所以说 它没有体现在 Adjusted Trial Balance 里面 那么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是不是用 以前的余额 也就是去年的那个金额 1万块钱 直接移过来就好了 好 Returning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2,360 这个地方 2,360 好 我们写到 Returning的地方 然后得到一个总权益 总权益 好的 我的资产总额 21910 我的债务总额 9550 然后呢 权益总额 12360 汇总 汇出一个 Total的 负债加股东权益 然后呢 看我平不平嘛 是不是依然是平的 我的资产 依然是等于负债加权益的 好 来 相等的 因此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也是做平了 做对了 好的 我们继续